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航天武院总体设计部的吴斌 负责中国空间站的总体设计工作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重磅新闻 随着孟天实验舱载轨位的完成 我们的天空空间站完成了T字形组合体的建造 空间站T字形组合体建成意味着什么 要深刻了解这一点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中国载人航天发展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载人飞船任务阶段 主要任务是发射载人飞船 解决人员天地往返技术 第二步是空间实验室阶段 主要任务是突破交汇对接和出舱技术 并解决有一定规模的 中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第三步就是现在的空间站阶段 主要任务是建造空间站 解决有较大规模的 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我们再来了解一件事 什么是中国空间站 天宫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 问田实验舱和孟田实验舱 三个23吨级的飞行器组成 均由长征5号B运载火箭 在文昌发射场发射 通过载轨交汇对接和转位 形成T字构型组合体 天宫空间站载轨运行寿命不小于10年 在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的支持下 支持航天员长期不间断的载轨驻流 并可通过维修维护延长使用寿命 接下来我主要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 1加1等于几 从数学角度讲 这只是个简单的问题 1加1肯定等于2 但是从工程角度讲 空间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也就是1加1等于1 听起来很奇怪 是不是 其实呢 这里的1加1等于1是在表达 在系统工程层面 天宫空间站是以核心舱为中心 对空间站三舱 载人飞船 或影飞船进行统一控制和管理 从而实现所有航天器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概念 也就是一个航天器 加另外一个航天器 还等于一个高度融合的新的航天器 那么空间站的1加1等于1 是怎么实现的呢 首先 各个航天器在结构上做到了1加1等于1 这个很好理解 与天核核心舱对接前 各个飞行器独立进行各自的运动控制 对接后 刚性连接形成了具有新的几何构型 新的质量惯量的组合体 这就是形成组合体的第一步 结构上对接在一起后 通过将飞行器之间的供电电缆 通信电缆相互连接 也就实现了各个飞行器之间 互相输送电能 相互采集遥测信息和带船指令 相互通信的能力 这就是空间站的信息系统 和能源系统的1加1等于 这样做的好处 在于空间站上的各个航天器 可以为彼此供电 互为充电宝 可靠性大大提高 再往深层次讲 空间站的热控流体回路 能够通过将舱段间的热控流体回路 连通实现跨舱的热量传输 互相兼容 同时各个飞行器的载人环境 也是统一设计的 都采用统一的压力体制 也能互相兼容 推进系统中 天中火影飞船 可以为空间站进行推进机补给 这种太空加油 也是一种特殊的连通融合 这些都是空间站 1加1等于1的典型案例 讲到这里 我不得不升华一下主题 中国空间站之所以能够实现 1加1等于1 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 由中国一国独立主导建造的结果 相比中国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 由于种种技术和非技术障碍 有很多1加1不等于1的时候 由于国际空间站的推进补给系统 统一使用俄罗斯的推进系统 欧洲ATV飞船 不得不单独配置 不同于自身推进系统的补加储箱 装载俄方使用的燃料 才能实现推进机补给 俄罗斯舱段的热控系统 采用以二纯作为回路工职 美国舱段则采用水 两者间的流体回路无法连通 相信我讲到这里 大家对空间站1加1等于1概念的理解 肯定是更加深刻了 从我国空间站设计的一开始 1加1等于1 或者说1加1再加1等于1 就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之一 也是难点所在 比如三舱并非同步研制 且核心舱先于实验舱1一年发射 这样的安排能够使空间站的建造更加稳妥 但也带来了三舱系统设计 与集成验证的难度 作为第一个一 核心舱既要能独立以单舱空间站模式运行 又要作为枢纽 将两个实验舱多维度融合 要求其功能必须最完整 系统能力最强 两个实验舱必须以完好的功能性结构 完成整体的T字形组合体 无情中又对实验舱发射 交会对接 以及转位任务的实施可靠性提高了要求 所有这些困难 都需要我们空间站所有的科研人员 通过精心的分析与设计 一步步的去实践 去验证 所以我想说 系统工程实践 科学思想 先于工程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告一段落了 借着空间站T字形组合体 建成的这一历史性里程碑 祝福我们的空间站 还有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能够继续蒸蒸日上